大家午安我們起來關心今天的天氣 台灣今天呢還是有一點涼涼的 不過白天的時候水氣減少 陽光露出來其實還蠻舒服的 各位呢其實一定很關心有兩個颱風 12月有兩個颱風比較少了啦 十幾年前有過這樣的情境 這個是起的颱風 這個是今天早上深層的天秤颱風 這個是27號 這如果20應該是最後一個颱風了 今年第27號颱風 目前來看的話它步入起的後程 往菲律賓南邊這樣通過 這個起的颱風蠻特殊的 其實現在來看的話 它似乎整個預測是往馬來西亞這方面前進 不過其實應該它在減弱當中 馬來西亞基本上 它大概已經非常接近次道 所以它大概就沿著它大概4到5度的幅度走 所以它的發展條件是非常不利的 預計呢會減弱當中 但是呢這個水氣呢 這個應該會對當地有一些明顯的降雨 還是要稍微留意一下啦 因為這個地方其實很少有颱風 所以還是要注意可能對馬來西亞當地會有些影響 尤其低蛙的地區 不過大致上呢是在減弱當中 離真實的颱風還有一段的差距 所以這兩個來說的話真的是蠻特殊的 但是還不算非常的罕見 大家可以放心 各位可以看未來的動態 當然啦這個是在減弱當中的 預計呢有一些水氣 這個主要的水氣呢都在這個南邊 對這個馬來西亞東半部應該會有些影響 不過是在減弱 然後另外呢這個天秤台風會明顯的增強 到南海不能堅強 未來呢我們再來觀察它怎麼走 它可能還是屬於偏南的機會會比較多 不過為什麼會有這樣呢 其實因為這時候北方的高壓實在太強了 所以預計呢各位可以看得清楚 其實我們台灣這幾天 我們再給大家看一次 台灣這幾天呢大致上呢 好天氣會一直延續到禮拜六 整個高壓都明顯的這個盤踞出海 等於是說風向呢也會改為吹冬風 溫度會回溫 那另外呢新的一波冷空氣呢 預計禮拜天的時候會接近 禮拜天的時候接近 所以請大家留意 禮拜天大概白天的時候逐漸接近 所以這次來說的話 禮拜天那一波要注意哦 可能會有些境外污染物 加上這個冷空氣會 溫度明顯下滑 不過之後呢應該就是類似這樣的幅度 所以各位有沒有看 這個天陣台風呢可能會侵襲越南 以對越南南越來說的話影響是比較大 那為什麼會比較偏南 其實大致上因為跟北方的高壓強度有關係 那目前來看的話 應該下個禮拜就安靜一點點了 不會有在28號颱風的 菲律賓呢其實在冬天有颱風 清洗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那台灣這幾天呢會慢慢回溫當中的 你各位有沒有看14到20幾度 台北總算回到20幾度的溫度 舒適很多 高雄17到24 26度 所以未來呢禮拜天就要開始 又會往下掉一些些到禮拜一禮拜二 其實就稍微跌一點 但是跌的都不多 台灣真的沒有在這個冷空氣 行經的路線的範圍裡面 這個呢是什麼意思呢 就像是冷蛇啦 冷蛇 它擺動的位置 它一擺動呢 當然就會對冷空氣的走向 就會明顯的一個改變 那另外呢就是空氣污染 這幾天呢 其實有一些都有一些境外 但是還沒有到達很不良的水準 但是在金馬來說的話 就會比較差一些些 因為它直接的影響 未來這幾天其實有明顯 各位有沒有看到 這邊會明顯南下 所以禮拜天要稍微留意一下 禮拜天空氣污染 可能會受到一些影響 要稍微留意一下 禮拜天 但是這個程度來說的話 都有很大變化的空間 爆空氣污染 比爆氣象還難爆 現在來看的話 除了東北部迎風面 有一些局部陣營之外 其他地方未來這幾天 都是滿清朗的 禮拜天有意一下 有一點小變化 不過目前來看的話 水氣沒有太多 北部會比較陰沉 偶真魚 所以請大家要洗衣服 趕快趁這兩天 禮拜五禮拜六 趕快趁這兩天 趕快曬洗一下棉被衣物 要曬什麼東西 就趕快要趁好天氣 這不代表說 未來沒有好天氣 但是在冬天這個時候 其實在台灣的天氣來說的話 有好天氣一定要好好的珍惜 各位可以多洗衣物 或外出運動走一走 另外這幾天晚上 今天晚上13到16度北部 其實空氣品質都在普通等級的水準 有一些境外污染物 讓這個污染物濃度明顯抬升起來 加上本地的影響 那事實上都還好啦 都還好 大家不用過於擔心 那另外這幾天 其實溫度早晚都比較低 要稍微留意一下 東半部也是如此 今天晚上 那預計禮拜五白天 回溫的幅度會更多 13到22度 20幾度 其實這個就很適合 外出運動走一走了 請大家好好把握 南部空氣品質有機會到達 敏感住群不健康的等級 所以未來這幾天要稍微留意一下 我們看一下溫度的變化 這兩天還是要留意13-14度的低溫 還是有點冷 白天就有機會回到23-24度 尤其禮拜六 可以好好期待 禮拜六的天氣好好期待一下 那未來這幾天到了禮拜天 禮拜二也會溫度有點下滑 但是都不是太多 等於是有一波東北風會南下 但是還不是很強的水準 南部就持續很穩定的一個天氣 大家可以好好珍惜 我們最後給大家建議 白天回溫 早晚還是很涼的 請大家把握週五週六 回溫的好天氣 週日另外一波冷空氣會暴大 目前來看的話 北部比較陰沉而已 還沒有太大的一個變化 請大家好好把握最近的好天氣 洗曬衣服 趕快好好把握外出運動 真是難得冬天 有陽光的時候 那明天是二十時節氣中的冬至 也請大家好好珍惜 全家團聚的時候